創意理財近在運通 欢迎收看超盘一哥 我说海华 现在小涨22点 昨天美股大涨 为什么今天小涨 因为美国的台积电ADR又在下跌 它已经连续从三十几块 三十三跌到三十一楼 跌幅已经有三四%了 所以说台湾今天 台子棋 平盘开出啊 小平盘开出 都会怎么操作 我已经规划好了 我说如果你要跟着我做的 我都很欢迎 我每天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啦 我跟你讲 很多的老师不晓得他自己在做什么单 我每天都在跟你分析盘式 看一下 这天收了一个下影线 镜头往外 往这边带一下好了 这边收了一个下影线 基本上这边就是对多头非常有利的一根线 可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当初我就讲了台积电在跌 然后呢外资当天是卖了六十一亿 当然你要稍微偏保守看待 昨天突然急拉 我说要放量才会攻击 昨天放量六十 放量哦 昨天又放量一千多亿 完全无视于外资的卖超 以及台积电ADR的下跌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钱源源不绝的在流进台北股市 有很多的新人在进来 不只外资在玩了 很多从大陆回来的钱 从美国回来的钱 原本不玩股票的钱开始投入了 就像菜市场一样 大家蜂拥而知道菜市场买菜 你原本预期的东西就会变 因为很多新人进来了 新人进来一定是买股票 不可能进来空股票的 台湾的投资人不会突然进来放空 一定进来买资金行情 所以说昨天大涨 今天持续在嘎空 我在我的研究报告 我在我半夜已经写好了 今天持续上涨的几率还是很大 因为前几天都在跌 前几天是怎么样跌 前几天会故意先杀盘 我们看到四天前好了 前几个前四个交易日 原本在开盘前 他会开高以后先杀 他开高以后会先杀 这是四天前 然后呢 改成在盘中杀哦 把它放大一点 之后呢 九点十五左右会先再杀 杀完以后还掌 这边也是九点十五左右杀 杀完以后还掌 杀盘的目的在什么 杀盘的目的在骗空单进场 骗很没有信心的多单出场 然后呢还掌 最后最近的走势都是 急跌以后还掌 急跌以后还掌 最后你应该是要在急跌的时候 接多单 我每天都这样操作啦 我给你看一个例子就好了 给你看一个例子 二月七号 九四八五做多 停损设三十点 八点四十六分 你看得懂盘式的人 你一早就去做多了 趁下杀就做多了啦 二月七号 二月七号 哪一天 这里 当天的最低点 就做多了 然后呢涨到九千五 再加码 因为一般人 一般人九点半的时候 他才发现是多头 他在这边才加码 我们跟在这边做 基本上很正常 没有追高 九千五而已 九千五再做多 当天赚了六十点啦 我就说你要看得懂行情 看得懂行情就很容易操作 那今天呢 今天为什么没有击杀了 对不对 很多人想要击杀做多啊 他不会让你那么好过啊 我觉得很多操盘者 控盘者 或是很多人 基本上这个市场 他会改变 他会改变很多东西 今天为什么没有击杀 为什么会直接拉上来 因为今天还是在缓掌的格局之中 要击杀才会拉 然后呢缓掌 如果等会遇到击掌 你要空 我再讲一下 今天的操作策略 我觉得原本是九点二十五左右 会有一段杀盘 九点十分到九点二十分之间 会有一段杀盘 他的时间会慢慢往后移 因为大家蜂拥而至 进来买 买 我觉得今天到十点过后 十点过后 如果有一个高点 你可能那边还可以做一个短空 因为杀盘的时间会延后 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在缓掌的期间 你不要去空 缓掌的期间不要空 突然的急拉 这个时候就是有问题 突然的急拉 你要去做放空的动作 然后呢 最稳健的做法是什么 急杀的时候去做多 好 每天都是急杀的时候去做多 就是这样操作 所以说今天我现在也是没有动作 今天可能还是缓掌 好 可是你要注意一个重点 稍微提醒你一下好了 金融期现在涨到1098.6 今天涨幅比较大的是金融期 好 完全没有黑K棒 还在往上涨 所以说我说你要去关心很多事情 有一天也是台积电的ADR在跌 就金融期大涨上来 我说现在资金会找到他自己的出路 最近ADR 台积电ADR在跌 昨天也是涨半导体的零组件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昨天的美国 美股大涨 它的金融股也是涨得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给你一个暗示 今天如果你要做多 最稳健的 就是金融期 好 就是金融期 所以我今天会带我的会员去 以做多金融期为主 好 讲完了 我觉得你要去跟对人 我觉得真的要去跟对人 三喜临门 期货从封关到现在 所有的会员都是获利的状态 股票做多的涨 做空的跌 人生升级专案 人生要升级 我就跟你讲 我为什么我现在敢邀请你来跟我做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比别人准 我比很多的老师都准 我邀请你来跟我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比我以前还准 我比我以前还要稳健 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敢跟大家邀请你来跟我操作的原因 我就说我知道我每天在做什么动作 就算有时候亏损 我也知道为什么会亏损 在那个点 在那个点进场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专家在操作的 可是有时候没有办法 期货市场玩的是几率你知道吗 你要去看每天准的老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老师能够百分之百的正确 因为这是几率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听 德州扑克 德州扑克如果你现在已经有铜花了 你是J铜花 你手中有两张红星 然后呢一个J可能一个5 然后底牌已经三张铜花了 已经三张红星了 都没有比你的牌大的 可能是789 你已经铜花了 你的对手 你的对手拿了一张A 红星A 可是他还没有铜花 因为他只有一张 配上底牌的三张总共四张 四张红星 可是你已经五张红星了 这时候他输你啊 对不对 可是他会OE你 他说了 你当然要跟啊 这个时候你要去算几率 投资配合我讲到这边 你应该没有玩德州扑克的 你可能不知道 我跟你讲 现在如果他拿红星A 他下一张再拿红星 他才会赢你 几率可能只有15% 你一定是要跟 因为你有85%的几率是赢 他只要没有拿到红星 他就输了 可是他拿到红星 他就赢了 大家都OE 下一张 下一张发出一张红星 下一张发出一张红星 红星2 一切都结束了 对方赢了 15%的几率赢了 这就是什么 这叫做投资 你无论如何 你无论如何 你都要跟这把牌 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于你的资产的管理啊 你这把牌OE 输光以后 你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钱 你之后再玩 胜率会站在你那一方啊 这就叫做期货 这叫做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你跟我在一起 跟我做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 每把牌的几率 我知道要怎么样压住 我知道要怎么样 帮你赚到最多的钱 我们最后看一下 现在多少 涨46点 涨46点不用出手 好 等 等一个击杀 要不然要再等再高一点 再来操作 就这样操作了 想要知道怎么操作的 想要跟上我的 三喜临门 我就跟你讲 股票也赚 期货也赚 通通都赚 如果你要人生升级的话 欢迎广告期间 把电话拨通 我们下阶段 谈一下股票 因为现在股票真的很热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页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触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住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代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欢迎回到现场 我就说我的 为什么我邀请你来跟着我 我就说我是一个 十几年的 股票证券 期货研究的分析师 我的资历很完整 我股票我做一个波段的 你不要去每天追涨停啊 我跟你讲追涨停胜率 差不多只有两成 你的老师追不到以后换掉 你要去算 他没有成功的那八支 你的交易成本 到底能不能cover这两支 或是你的资金 到底能不能够 你这两支涨停板 另外八支没有赚钱 你这样合起来 平均有没有赚啊 你要去算 真的很多东西你要去算 我每天在帮你算 我每支股票 几乎爆的 我跟大家讲的 我分析的 我推荐的 我发给会员的 做多的就赚 做空的就跌 应该是这样 没有一支例外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支例外的 为什么 你要去注意一件重点 我每天用的软体 是什么软体 你要有软体去找股票 找完以后 你再去研究它的基本面 软体 机器人 加上 人脑 强强联手 我用的软体 你去上网看一下 我就已经介绍过了 群艺的人机对战 他们有一个比赛 办一个人 跟机器人的比赛 现在很流行啊 结果呢 冠军是谁 冠军是机器人 亚军是谁 亚军也是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是谁 这个机器人就是 我们的软体 制造商 我跟他共同合作开发的 这个软体 那还不赢吗 还不能够帮助你吗 所以我邀请你来参加 就是因为我非常准确嘛 这一档个股 早上开盘的时候 8点43分 挂出去 12点6附近买进 这一支啦 先把它遮一下好了 看一下 开盘买进 红K棒 这叫做完完全全的赚得到 这叫做完完全全的赚得到 过几天会公布啦 不要想说每天 老师你都 没有免费的资讯 我跟你讲 已经太多免费的资讯了 你想要知道的 你跟我联络 你想要赚钱的 你跟我联络 好不好 共创双赢 台湾的社会需要 共创双赢 很多人都是想要 很多免费的资讯太多了 免费资讯太多 就会造成物价的 非常的低迷 物价非常低迷 景气低迷 台湾一切就毁了 已经送过很多东西了 节目开播 就首播就送了 一月份就送了 我就说这支股票 维持稳定50%的高成长 跟会员同步操作 来电就送 哪一支 8436的大疆 所有打电话进来的人 都是得到8436的大疆 网路上的人 问的也是8436的大疆 151元附近布局两成资金 大疆 看一下大疆目前的状况好了 今天跌了一块钱 还有164.5 最近涨幅很大 我就说这边外投信在乱卖 卖完以后会涨 我说它会涨 它被百言害了 百言也是在大陆 96%的营收在大陆 大陆每年成长20% 百言年衰退75% 你去看一下百言 3205的百言 年减75% 不晓得怎么操作的嘛 对不对 大陆的整个环境在涨 它的营收衰退 所以大家会对保健食品 有一个疑虑 投信卖 卖完以后呢 涨 你再去看 真的很奇怪 我觉得投信真的很奇怪 这边卖了几千张 杀下来都是投信卖的 然后这边开始 投信又连续再买 这边停损了 这边又再买回来 这边亏的 它通通都是亏给 亏给谁 基金的投资者 钱不把它当钱用 所以说你要去找李专 我就说你找李专干什么 我十几年前第一份工作是李专 李专要求的条件 真的很 真的很奇怪 要求的条件 我有一个朋友 他去考证照 那个时候 十几年前 大家全部都是年轻人 刚出社会的小伙子 年轻女孩 他去考证照 就一个银行的经理 他说 你不错哦 你要不要来我们分行当李专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他长得蛮漂亮的 就是你李专 你能够相信他 你能够把钱给他抄吗 抄得一团乱啊 我跟你讲 李专手续费 还有基金收的费用 你真的你要去算 算起来 如果比我们的费用低 你就直接买股票 买股票券上还给你打折 这些都要算 很多人懒得算 懒得算你就是 没有办法去理财 你要去算 投雇业 投雇真的 有可能是比理财 你的成本还要少的 相信我 多空都做 股票多空都做 就黑举了 风险降低了 加上做一个期货 风险更低 报酬拉高 每天在最小的风险之下 追求最大的报酬 看一下百言 涨到125.5 百言为什么 我就跟你讲 百言它是一个 长期空头的股票 在一个大陆 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它还能够 营收减少这么多 从340 跌到现在125 持续看空 持续看空 然后呢 再讲一支 推荐了什么 第一铜跟茂莲 2009的第一铜 也是公开跟大家讲 去年11月 上涨了20% 铜价 它有亏转银的题材 2017年 供给 供给会减少 需求会增加 所以怎么样 高盛预估铜价 将转为 大多头行情 当时才在7.5 第一铜勒 看一下第一铜今天的状况 我们现在现场直播 第一铜 指标在这边出现 做多的讯号 你要去研究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没有指标 你也不晓得第一铜这档个股 一千多支 我就说我的指标 可以选出做多的讯号的股票 选出来研究一下 发现 铜价涨了20% 它去年前三季 亏了5000万 然后呢 铜价涨20% 它的库存有13亿的库存 铜的库存 13亿的库存是11月涨 它10月就有了 那库存已经在那边了 涨了20% 13亿的20% 2亿5000万 光是库存涨起来 就是2亿5000万 库存的涨起来 它要变成它的利益 库存涨价 销售出去 会算成当期的利益 等于什么样 当第四季的EPS 就会多了2亿5000万 原本亏损 前三季加起来亏损5000万 第四季赚了2亿5000万 这个5000万给它 是不是整年赚2亿 是不是亏转赢的题材 这边就涨停了 所以我说这边你要提早布局 1月9号布局的 2月2号就涨停了 这叫做提早布局 不要追涨停 很多的 他不会追低童 很多老师去追 追在这里涨7%的 到这涨停板 那也是3% 那等于是赚3% 你没有意义 隔天还要再续涨 才有可能 重点是 你如果每次都比人家少赚7% 你到最后你很难赚 除非像现在 现在大多头 当然一定全部都在涨 现在买股票真的用抢了 跟菜市场一样 所以我才会这样 我也在抢啊 我们都知道嘛 所以我半夜研究到2点 我才去抢这支股票啊 8点多我就直接挂 12.6买进 直接开盘就要买进了 就这样做啊 期货是不是又涨上来了 我说今天 今天还是在嘎空 今天还是在嘎空 先放着 到10点多再看 好不好 预急拉 才有可能做一个短空的动作 要不然你千万不要乱出手 好不好 好 节目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 三喜临门 我跟你讲 我做多的股票赚 做空的股票也赚 期货也赚 你想要跟上我的 我真的邀请你 我比很多人都准 三喜临门 你人生要升级 小车换成好一点的车 带家人出去玩 都要靠人生升级 相信我的 广告期间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最后祝各位一切顺利了 拜拜 拜拜 - 本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 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